謝謝主席 是不是先請經濟部省部長 經濟部省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委員好 經濟部在這一次紓困2.0 現在要不要發咕碰券 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 現在還是處於在紓困的階段 我們現在還是先處理 當然這個是要到疫情結束之後 振興經濟大家都知道 那到底目前有沒有要發 這個部分還在收集各界的資料 還在收集資料 我知道一整個上午很多委員也詢問過 但是今天的預算裡面 已經有110億在裡面 對 刺激國內民眾消費措施 部長 我們今天再進行詢答 明天就要審查 到底要不要發相關的券 沒有一個方向 還是部長目前大概的方向是什麼 這個部分現在呢 大家一直期待的就是 在疫情和緩以後要來刺激消費 那現在呢 大家一直對於這個消費的話 大概有幾個聲音出來 一個是現金 一個消費券 還有一個所謂的 所謂消費折價 以及這個底用這些都有 那我們都在收集 所以部長什麼時候會確定 這部分我們也希望越快越好 多快 明天預算就要過了耶 110億這都是人民的納稅錢 到現在經濟部 部長 你連一個方向沒有 我們立法院怎麼給你 因為這部分我們現在還是在 掌握一下各界的意見 因為這意見 完了以後我們到院裡面會去討論 部長 這樣子的話我們沒有辦法 給你這筆 110億 你要做什麼現在都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在收集方向 因為到最後大家也期待 就是要來刺激消費 是用什麼方式 那你要讓國會知道啊部長 你讓國會完全不知道 你的基本的方向都沒有 部長 是不是要用折扣的方式啊 有沒有要用折扣方式還是不會 這個部分也有一些聲音 希望透過折扣的方式 來誘發消費 部長 我這樣子的喔 我認為你要立法院就這樣給你 一筆預算 但是你到底要不要發 Cupon券 還是不發 還是叫什麼券 還是要不要折扣方式 或要不要綁行動支付 如果是一問三不知 立法院這樣子 把納稅的錢就這樣給你用 這個是這樣 我認為是沒辦法接受 沒有沒有我跟委員報告 當時呢在整個 我們去了解以後 社會上年輕人是希望 有行動支付 但年紀大的話 希望用敬勞卡 這個方向是有 那現在就是說 怎麼來 取得平衡點 這些方向 我們要努力 好那接下來 我請勞動部 許部長 許部長請 部長 委員好 在上一週 預算總質詢 我也問過 關於 勞工部規劃 對於自營業者 或無固定雇主的勞工 你們有一個 補助方案 那對於加入職業工會 薪資在 在投保急劇兩萬四以下 給予他們 生活補貼 當時我質疑 也跟蘇院長問 為什麼這樣子 一刀切到兩萬四 事實上 還是有很大一群朋友 他們是受疫情影響 急需要政府的紓困 當時蘇院長也說 他會研議 希望能夠檢討看看 是否放寬 那現在勞動部研究的方向 有沒有決定要放寬這樣的標準 報告委員 因為我們目前 這個束困2.0的階段 對於 無一定雇主還有 自營作業者的 這個補助的預算 就是三百 三百億元 所以 目前如果要再放寬的話 因為這邊會 如委員所講的 會有二十五萬名的勞工 那事實上 現在我們的三百億 是無法來 支付這些 這些再增加的 這些 的 所以在一開始 你們規劃裡面 那我們當初也是以最弱勢 因為報告委員 說實在的 整個 職業工會大概是兩百零五萬人 那當初會抓在兩萬四 這一條件 是認為 這是以最弱勢為優先 那這裡面就涵蓋了一百三十三萬人 大概六成五的人數 我也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 排富之後就是 一百零七年齁 我也把課稅標準 大概一百二十一萬人 所以 沒關係 我知道你們現在要照顧兩萬四幾句以下 你們認為弱勢中的弱勢 但我要指出來 難道兩萬五千二的 或是我這邊 匡出來的 三萬以下的 難道這些受益景想 你們認為不需要被照顧嗎 沒有關係 你們回去檢討 因為我已經接到非常多的 這些勞工朋友 自營業者或無固定雇主的勞工 跟我辦公室服務處反應 他說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他們可以拿到 難道我兩萬五的 我就 不應該被照顧嗎 我認為 部長你們回去檢討 到底要不要放寬這個標準 好那我再問部長 也有很多 沒有 投保勞保的 部長上次在院會 回答我 是不是有一個 急難救助 還是你們用什麼方式來照顧 沒有投勞保這些 打零工 臨時工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 目前就是衛福部 他的有一個 急難紓困專案 在做處理 好那 急難紓困方案 你們編多少預算 這個可能要問一下衛福部 好請何次長 跟委員說明我們第一階段的時候是七千八百萬 在目前呢是準備再增加二十億 照顧大概十萬多的可能沒有保險的人 對 因為在昨天行政院的記者會 我也看了 你們的確是說 大概要二十到二十二億 收益人數十到十億萬人 那請教次長 這二十到二十二億 錢從哪裡來 呃 我們先以緩計期啦 以緩計期 所以 至少我在 特別預算你們追加一千五百億裡面 完全找不到 這比你們所謂的二十到二十二億 所以昨天的會議之後 院長有同意說 只要能夠照顧到民眾 我們再來想辦法 所以錢到底要從哪裡來 我們在跟行政院那邊做一個討論 所以 社長這是 在欺騙民眾 還是你們現在錢從哪裡來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當時在考慮到 我們原來中低收入戶 之一部分已經在處理了 那勞動部是兩萬四的 那剩下委員一直在關心 沒有勞保沒有捐保沒有農保沒有漁保的人 那生活陷入困頓的 那怎麼樣再去處理 所以我們剛開始是在過去的基礎上 有經過這樣子去申請的人數為基礎 再估出是七千八百萬 那現在是不是會擴大 我們就先說 如果按照剛剛講的 這些假設百分之十的 百分之三十的這些沒有保險的人 大概就是十萬到十一萬人 真的會有困頓的 我們還是要想辦法來處理 所以我們沒有欺騙民眾 而是看到有這些現象 我們就想辦法來盡量來 籌足其他的錢來做處理 這一群人當然要被照顧 但是 你們說匡二十億 但是二十億我翻遍了整個預算書 找不到這一筆啊 那我就想難道你們是 又要以緩計期從公務預算編 但是 極難救助這個是 最迫切需要 你們這邊 公務預算只編了二點三六億 再加上你說的七千八百萬 大概也才三億左右 你要匡二十億到底錢從哪裡來不知道 所以 市長 我想最後問一個問題 剛剛我來的時候 時間到了 抱歉主席最後三十秒 民眾跟我成情 他說現在政府的政策 四月九號開始 我可以郵寄口罩到海外給親人 配偶跟二親等以內 兩個月限制三十片 從昨天開始 政府說可以開放民眾捐助口罩 完全開放 他認為這樣子合理嗎 是不是可以回去檢討一下 因為他的親人 第一個 有迫切需要 我們再了解 好 謝謝次長 謝謝 下一位請高宏安委員 質詢 很抱歉啦 因為今天人數很多 可能要開到晚上十二點 所以我們時間要控制 很抱歉 得 Hold on 謝謝 ividad 疫情 那齊 써